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辗转迂回建金鹏 王家义士多错综 覆灭家国遭金命 皇朝血恨 托英雄 大金鹏王说 现在我们的王朝虽已没落 但是我们流出来的血 却还是王族的血 只要我们的人还有一个活着 我们的王朝就绝对不会被消灭 他的生意里不但充满了骄傲 也充满了自信 陆小凤忽然觉得 这个老人的确有的值得受人尊敬的地方 他至少绝不是个很容易就会被击倒的人 陆小凤一向尊敬这种人 尊敬他们的勇气和信心 大金鹏王接着说 我们的王朝虽然建立在很遥远的地方 但世代安乐富足 不但田产丰收 深山里更有数不尽的金沙和珍宝 陆小凤忍不住说 那你们为什么还要到中土来呢 大金鹏王脸上的光辉黯淡 他的目光中也露出了沉痛和仇恨的神情 他说 就因为我们的父祖 所以才引起了邻国的垂涎 竟联合了格萨克的铁骑 引兵来犯 他接着说 那已经是五十年前的事了 那个时候我年纪还小 先王一向注重文治 当然无法抵抗他们那种强悍和野蛮的骑兵 但他却还是决定死守下去 与国土共存亡 陆小凤说 是他要你避难到中土来的吧 大金帮忙点了点头说 为了保存一部分实力 以谋日后中兴 他不但坚持要我走 还将国库的财富分成了四份 交给了他的四位心腹重臣 叫他们带我到中土来 他在脸上露出了感激的神情 又说 其中有一位是我的舅父 上官锦 他带我来到了这里 用他带来的一份财富 在这里购买了田产和房舍 是我们这一家子 能够无忧无虑地活到现在 他对我们的恩情 是我永生永世 难以忘怀的 那 那另外还有三位呢 从我离别父王的那一天之后 我就再也没有看见过他们 但是 他们的名字 我是永远忘不了的 陆小凤对这件事情 好像刚刚有了一点头绪 所以他立刻问 他们叫什么名字 大金帮忙紧握着双拳 恨恨恨地说 上官木 平独鹤 严立本 陆小凤沉默地说 这三个人 这三个人的名字 我从来也没有听说过 但是 人你却一定看见过 什么 他们一到了中途 就改名换姓 直到一年前 我才查出了他们的下落 他忽然向他的女儿做了一个首饰 丹凤公主 丹凤公主就从他座后一个坚固古老的柜子里取出了三卷画册 大金帮忙恨恨地说 这上面画的就是他们三个人 我想你至少认得其中两个 每卷画上都画着两个人像 一个年轻一个苍老 两个人像画的是同一个人 丹凤公主摊开了第一卷画说 上面的像是他当年离宫的时候的情形 下面就是我们一年前查访出的他现在的模样 这个人圆圆的脸 满面笑了 看起来很和善 但是却长着个很大的阴沟鼻子 陆小凤皱了皱眉说 这个人 看起来很像是关中珠宝炎家的炎铁山啊 大金帮忙咬了牙说 不错 现在的炎铁山 就是当年的炎力本 我只感激上天 现在还没有让他死 第二张画的人 全古高耸 一双三角眼 威严四射 一看就知道是个很有权力的人 陆小凤看到这个人 脸色竟然有些变了 大金鹏王说 这个人就是平独鹤 他现在的名字叫孤独一鹤 清一楼的首领 就是他 陆小凤悚然动容 他愣了很久才慢慢地说 这个人 我也认了 但却不知道他就是清一楼的第一楼的主人 陆小凤 潺长地叹了一口气又说 我只知道他是 峨眉剑派的当代掌门人 大金鹏王狠狠地说 是啊 他的身份演示得很好 世上只怕再也不会有人想到 公正言明的峨眉掌门 竟然是个 出卖了他故国救主的乱臣贼子 第三张像画的是个瘦小的老人 矮小孤单干净硬朗 陆小凤几乎忍不住叫起来 霍羞 大金鹏王说 不错 霍羞 上官墓现在用的名字 就是霍羞 他接力又说 别人都说霍羞是个最富传奇性的人 五十年前 是手空拳出来闯天下 忽然奇迹似的就变成了天下第一富豪 直到现在为止 除了你之外 江湖中人 只怕还是不知道 他那庞大的财富到底是怎么来的 露小凤的脸色突然变得苍白 他慢慢地后退了几步 坐在了椅子上 大金鹏王 大金鹏王凝视着他慢慢地说 现在想必你已经能猜出我们要求你做的是什么事了吧 露小凤 露小凤沉默了很久 常常地叹息说 但是 但是我却还是不知道 你要的究竟是什么 大金鹏王紧握双拳 用力敲打着椅子 他立声地说 我什么都不要 我什么都不要 我要的是公道 露小凤说 快要进棺材的老人了 我也老了 但到 我还想去杀了他们 他自己摇了头 否定了这句话又说 可是我也绝不能让他们这样逍遥法外 露小凤没说什么 他什么都不能说 大金鹏王又立声说 第一 我要他们将那批从金鹏王朝带出来的财富 归还给金鹏王朝 留作他日复兴的基础 这个要求很公道 大金鹏王又接着说 第二 我要他们亲自到先王的灵位之前 忏悔自己的过错 让先王的在天之灵 也多少能得到一些安慰 露小凤沉思地 他常谈道 对 这两点要求 那 那的确还是很公道的 大金鹏王 又说 我知道你是个政治公道的年轻人 对这种要求 是绝对不会拒绝的 露小凤又沉思了很久 他苦笑地说 不 我只怕 这两件事情 都很难做得到 倒是连你都做不到 还有谁能做得到 你也许没有人能够做得到 接着 他很快地又说 现在这三个人 都已经是当今天下 声明最显赫的大人物 要是真的这么做了 其非已无意承认了自己当年的罪行了吗 啊 他们的声明 地位 财富 其非立刻就要全部毁于一旦了吗 大金鹏王神情更加黯然地说 我知道 我知道他们自己当然 绝对不会承认的 陆小凤说 何况他们非但财力和势力 都已经大得可怕 而且他们自己 也都有着一身身不可测的武功了 大金鹏王说 先王将这重任交给了他们 就是因为他们本就是 金鹏王朝的一流高手 陆小凤说 这五十年来 他们想必也在随时的提防里 去找他们复仇 所以 他们的武功又不知精进的多少了 还有叹了口气接着说 我常说 当金天下武功 真正能够达到巅峰的 只有五六个人 霍修和独孤一鹤 就完全都被包括在其中了 女人毕竟是好奇的 丹凤公主忍不住说 那还有三四个人是谁 陆小凤说 少林方丈 大悲惨事 武当长老 木道人 内外宫都已经 达于化境了 若论剑法之犀利 灵尿 那还得数 南海的飞仙岛 白云城主 叶孤城 和万眉山庄的 西门吹雪了 丹凤公主凝视他说 你自己呢 陆小凤笑了笑 他什么都没说 他不必说 大金鹏王忽然又长长的叹息了一声 黯然说 我也知道这件事情的困难和危险 所以我并不想勉强你来帮助我们 你不妨多多地考虑 大金鹏王的梅雨间充满了悲愤 他握紧了双拳 力声地说 但是我们自己无论如何也要跟他们拼一拼的 只要我们有一个人活着就要跟他们拼到底 陆小凤说 我明白 大金鹏王沉默了很久 忽然又勉强笑了笑 大声地说 不管怎么样 陆公子总是我们的贵客呀 为什么还不上酒来啊 丹风公主垂着头说 我这就叫人去准备 大金鹏王说 到最好的波斯葡萄酒 将花公子也一起请来 丹风公主说 是 大金鹏王看着陆小凤 神情又变得骄傲而庄严 他缓缓地说 不管怎么样 已经是我们的朋友了 金鹏王朝的后代 从来也不曾用任何事情要挟朋友的 同尊 古老而高雅 那酒是紫颜色的 陆小凤静静地看着丹风公主 把酒倾入古朴的高杯里 此时 陆小凤要找的那个花满楼 就坐在他的身边 他们并没有说什么 只是互相用力地握了握手 这酒已经足够说明一切了 酒已清满 只有三杯 大金鹏王抬头笑着说 我已经有多年不能喝酒了 今天破例赔两位喝一杯 丹风公狗却摇了摇头说 我替你喝吧 别忘了 别忘了你的腿呀 大金鹏王瞪起了眼睛 却又终于苦笑着说 好 我不喝 幸好看着别人喝酒也是一种乐趣 好酒总是能给人带来精神和活力呀 丹风公主微笑着向陆小凤解释说 家父只要喝一点酒啊 他那两条腿立刻就要肿起来 就会变得寸步难行 我想两位一定会原谅他的 陆小凤微笑着举杯 丹风公主转过身 背着她的父亲 忽然 向陆小凤做了个很奇怪的表情 陆小凤看不懂 丹风公主也已经微笑着举杯说 这是家父 叫藏了多年的波斯葡萄酒 但望能喝两位的口味 他自己先举杯一饮而尽 而轻轻地又叹了一口气说 果然是好酒啊 很少有主人会自己再三称赞自己的酒 丹风公主也绝不是个喜欢炫耀自己的人 陆小凤正觉得奇怪 忽然发觉他喝下去的并不是酒 只不过是家里一种颜色的水 他突然明白了丹风公主的意思 却又怕花满楼看不见她的表情 花满楼却在微笑着 微笑着喝下她的酒 也叹了一口气说 嗯 果然是好酒 陆小凤笑了 我简直从来就没有喝过这么好的酒 大金鹏王大笑 他第一次真正愉快地大笑 他说 这的确是人间难求的好酒啊 但你们这两个年轻人 也的确配合我这种好酒啊 陆小凤很快地喝了第三杯 他忽然笑着说 这么好的酒 当然是不能白喝的呀 嗯 你的意思是 你要的公道 我一定尽力替你找回来 大金鹏王忽然掌声而立 他亮腔地冲到了他的面前 用双手扶住了他的肩 一双苍老的眼睛 充满了感激的热泪 他连声音都已经哽咽了 他说 谢谢 谢谢你们 哦 谢谢了 他反反复复地不停地说着这两句话 不知道说了多少遍 丹凤公主在旁边看着 也不禁扭转了身子 悄悄地去擦泪 过了很久 大金鹏王才比较平静了一些 又说 独孤王和独孤一鹤虽然同是独孤 但他们却抽身四海啊 柳鱼恨的半边脸就是被炎铁山消去的 小秋雨却是柳鱼恨的生死之交 你只要能为我们做这件事情 他们三个赴汤蹈火也跟你走 陆小凤却说 他们 他们最好还是留在这儿 为什么 我知道 我知道他们全都是武林中的一流高手 可是 要是让他们去对付独孤一鹤和霍林 实在无意识要他们去送死啊 你 你难道就不要别的帮手了吗 陆小凤轻轻地拍了拍花满楼的肩 他微笑地说 我们 我们本来是老搭档啊 大金鹏王看着花满楼 方法有点怀疑 他实在不信这个瞎子能比柳鱼恨 肖秋雨 独孤方那样的高手还强 陆小凤接地又说 除了他 我 当然还得去找两三个人 只有 先得找 朱婷 大金鹏鹏说 什么 朱婷 他显然没有听过这个名字 陆小凤笑了笑说 朱婷并不能算是个高手 但是现在却很有用 大金鹏王在等着他的解释 陆小凤说 你既然找到了他们 他们说不定 爷已经发现了你 你要找他们算账 他们也可能先下手为强 将你杀了灭口的 大金鹏王冷笑着说 我不怕 陆小凤叹了一口气说 你不怕呀 我怕 所以我一定要找朱婷来 只有他 可以把这个地方 改造成一个 谁都很难攻进来的碉堡 大金鹏王说 怎么 他懂得制造机关 陆小凤微笑着说 只要他肯动手 他甚至可以制造出一张会咬人的椅子 大金鹏王也笑了 看来你的确有很多奇怪的朋友 陆小凤说 现在我只希望我能说动一个人 出来帮我做这件事情 他要是肯出手 这件事情才有成功的机会 大金鹏鹏说 那你说这个人是谁 陆小凤说 西门吹雪 灵溪神旨 傲天下 快意恩仇 一妙侠 他是谁啊 他叫陆小凤 是一个有四条眉毛的人 四条眉毛 一个人怎么可能有四条眉毛呢 小天下 恩恩远远何时才能修保 古龙武侠巨著陆小凤传奇 演播爱宝良 编辑北威 录音师西平 明晚继续播出 本节目由芋头电台特约播出 芋头电台特约播出